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就是上次是上到那个第四个五分法身 那有关于五分法身的话 应该一般我们应该不会太陌生 就是所谓的戒定会解脱之戒 对这个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法杖在夜海摆门 他怎么来解释五分法身 我们来看一下 依序的把它看下来 他首先解释到所谓什么叫戒 戒的话就是要去了达 他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边的几例子都是以围城来看 对来做说明 那要了达围城是空 是无所有 对围城都是空无所有 那戒呢 当然也是空无所有 对对 所以他说既然明白到成如此 一切万事万物万法也都是如此的话 都是空无所有 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对因为也就成不可得嘛 空无所有就成不可得 那同样的话 而戒也是一法嘛 所以戒从来也是不可得 也就空无所有 那这样的话就 极无非可防 这个蛮深的哦 无非可防 对 就是非 非就是一个不当嘛 就是我们的过失啊等等 那我们的这个不当等种种 其实也如城一样 因人所生化 也都是空的 也都是无所有 所以从这来看的话 叫做无非所防 这个很难的 真的还蛮难的 要真的明白 明白而且相应到 所谓的城是空无所有 乃至所有的一切戒 其实也都是因人所生化 也是空无所有 然后能够了达到这个地步 与之相应的 才能够了解到 词上是无非可防 无非可防 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所谈到的 有借相可持 有过失可防的等等这一些 那这个的话 像不可得 等等这些都不可得 所以从这来看的话 叫做无非可防 那从 也就是说从法理上 从智慧上来持戒的 那这样的话 就是所谓的戒 给我们一般所认识的戒 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 一般我们的戒是比较 所谓的三规五戒 乃至两百五十戒 比丘尼的话戒更多 对对有种种要防的 那这边呢 为什么要讲无非可防 大家要好好的去替答 这个是意义真的很深的 对我们一般来说的 我们是有非可防 有戒可守 这边的话 无非可防 那这个就真正的持戒 也就是以智慧来持戒的 这个部分 好 那同样的道理 什么叫禅定 对这跟我们一般讲的 四禅八定又不一样的 定是指了 事实上要了达到那个为成 也是空无所有无相的 对对 那既然空无所有的话 我们的心不去攀缘 心不攀缘 当然当下就是大定 也就是止息 也就是定的这个意义 所以这个还是要从 所有万事万物 成只是一个几例 要了达到他 空无所有无相无生 这才是 这边所要谈的 此戒修定 对所以不管此戒修定 在意义百本所提到的 都是跟 我们要跟智慧有关 我们要去观察 这些为成也好 所有的一些事项 等等这些 戒相也好 禅定也好 其实都是因人所生化 都是空无所有 对都是不可得的 以此来持戒 以此来修定 所以基本上 都是透过一个智慧的观察 观照 要答一切 是因人所生化 所以叫空 所以叫无所有 所以叫无相 那能够这样的话 所以谈在谈慧的时候 其实同样也就是要了达成 是空极灭的 空极灭就是空无所有 对不对 空无所有或无相 能等能是如是了解的话 善就是智慧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前面所谈的戒定慧 事实上三个都是跟 要跟智慧有关 就是说要了达 为成 为成是个吉利 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法 包括戒相禅定的 其实都是因人所生化 都是空无所有 空无所有 所以这个空无所有 是集圣生的一个 菠萝菠萝蜜 菠萝菠萝蜜 就是我们心经讲的这个道理 是那法杖的话 特别在他有著书心经 但事实上内容不是很多 大增长大概是两页 非常的少 但他讲到说 其实就等于说 救度我们众生的话 就是所谓的救物倒霓的话 莫失为罪 就是说这样就是心经的话 其实是最殊胜的 莫失为罪 就是没有比心经 更能够 救物倒霓的 就是度化我们众生的 这个是法杖大师 在心经的一个类书里面 特别提到 救物倒霓的话 莫失为罪 莫就是没有比这个 更好了 更特别了 这是对心经的一个赞叹 这种情形 心经当然 两百多个字 两百六十个字 但基本上他谈的就是 色即空 空即色 一切都是空无所有 空无所有 所以在这边在谈 戒定会的话 基本上就是以智慧来谈戒 谈此戒 以智慧来谈修定 然后以智慧来谈慧 当然就是慧了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解脱 什么叫解脱 解脱的话 同样也是要提达了达到 为成是空无所有 空无所有 那既然空无所有的话 我们就不愿意有 就对这个有 对所有一切 我们本身不会去攀缘 那就是解脱 你不攀缘 当然就解脱 你攀缘的话就束缚 解脱是相对于束缚来说的 所以同样能够成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也就放眼看去 所有的万事万物 我们都要去提达它是 隐言守舍法 是空无所有的 那既然是空无所有的话 何来攀缘 所以一定是我们自己的迷惑颠倒 产生的攀缘 那提达到空无所有的这个道理的话 我们不去攀缘 事实上当下就是所谓的解脱 所以还是跟智慧有关 解脱事实上还是智慧 不源于有 因为有本身也是空无所有 所以无可攀缘 无可攀缘的当下 其实就是解脱 那有攀缘的话 就是束缚 就是束缚 大家可能要了解 那解脱之鉴 第五个解脱之鉴是讲到 因为从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 尘是空无所有 无相空脊 等等的这种本身 所以了尘体 本身体是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空无所有 无相 等等这些 那既然微尘是空无所有 当然放眼看去 所有一切万事万 也都是跟微尘一样 都是因人所生亡 都是空无所有 所以更无意见 维持一切都是因人所生亡 都是无自信的 都是空无所有 那这样的一个知见 就是解脱之鉴 对 此此之外 没有什么 没有其他的 更无意见 没有其他的一些 知见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 解脱之鉴 还是要从 所谓的去观为尘 乃至所有一切事物 本身事实上都是因人所生法 都是空无所有的 不生意见 对 不生意见就是 不违背起这种 因人空无所有这个道理 那你违背这个 就所谓产生意见 就是不当的知见 就不是所谓的解脱之鉴 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解定会解脱解脱之鉴 基本上都是透过智慧的观察 对 那智慧的观察就是 了解到 为尘乃至一切事物 都是因人所生法 都是无自信的 也就是所谓的空 也就是所谓的无所有 或等等 对 那能够如是观照的话 其实就成就了解 我们讲的五分法身 就是戒定会解脱解脱之鉴 当下五分法身 同时成就 好 对 所以那为什么要讲法身呢 因为讲身的话 就是一种依词的意思 所以他说 身以依词为义嘛 那以什么作为我们的依词呢 事实上就是智慧 智慧 也就是以智慧为依词 那智慧就是所谓的法 所以我们叫法身 以智慧作为我们的依词 那这个智慧就是我们一直谈的 就是缘起无自信的道理 这样一个法 作为我们的依词 那以这样的法作为我们的依词 我们称它为法身 以法为身嘛 以智慧为身 所以叫法身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 法身 法身 不要想得太远 不要想得太遥远 这样就是智慧 也就是这样一个法的道理 也就是因人所生法的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所作所为 所思考 事实上都是秉持佛法的这个道理 作为我们的依词 这就是法身 就是法身 以法为身 以法作为我们的一个依词 作为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个准则 一个所欲 那这样就是所谓的法身 所以法身还是跟智慧有关 所以我们一路讲下来都在讲 这个几维尘只是一个几粒而已 几最维系的这样维尘的一个事物 那推而广之所有的万事万物 其实也跟维尘一样 去明白体达了解到 它是因人所生法 是无自信的 是空无所有的 那能够如是体达了解的话 那么当下就是成就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 那我们来看开三藏 三藏就是我们讲的经历论 经历论 对就是戒 地就是戒的意思 那我们先看一下法杖在异海白文那个解释 什么叫经 经就是修多罗 那大家就讲到说 其实也是同样我们去了解到 成其实本身就是法界体性内盘 对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因人所生法控制 它本身就是法界体性内盘 对 那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就是一种智慧的一个显现 所以皆由达至所限 而行造 对的这种情形 就是说你能够体达成 刚讲就是说 因人所生法 无自信 空无所有 对 那空无所有的当下 其实也就是法界 法界也就是内盘 也就是菩提 对这些 所以能够这样一个明白 虽然就是一种智慧 大致所限 就是一种智慧 智慧的一个体达通达 对 那能够把这样一个 所 智慧所通达体达的这样一个道理 把它记载下来 行之以文字 也就即以文字记词 把它记录下来 表达出来 那么 陈处所限之理 述之以解为之 所以称之为金 对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 因人所生法 对 的一个道理 把它表达出来 把它记录下来 实际上就我们所谓的金 对 范文就是叫修多罗 修多罗 对 就是修多罗藏 所以我们讲到三藏三藏 就讲了金 金藏 修多罗藏 那戒呢 就是皮奈耶藏 皮奈耶 就是 谈的就是戒力 那这边讲了一个栗藏 栗藏讲的就是说 其实也同样的 以陈处观察 他本身的这样一个体性 也就是刚刚讲的体性 实际上就是法界体性 对 就是内盘 以这样的方式去观察 那不注明相 不执着 因为陈是 我们前面谈到 他是因人所生法 无自性 是空 所以要提到这样一个道理 对 所以观察体性 那明白这样一个 空无所有的这个道理 我们不去执着 这样一个微诚的一个明相 明啊 微诚的这个明啊 来自微诚的这个小相啊 等等 我们不去执着它 透过对于微诚的一个体大 明白他的道理 而不去执着微诚的一个相 或是他的明 对 那不执着的话 我们就能够调伏我们的心 对 就所谓的随顺调伏 对 能够调伏心的话 那诸恶不起 另习诸恶 对 所以 对 所以这个的话 就所谓的一个戒 对 就是毗赖也障 对 就是同样的话 他这个就是也透过 一个观察微诚本身的一个 因缘所生化 这样一个道理体性 明白之后 其实我们不去执着 这样一个相 或这样一个明 对 那以这样来调伏我们的一个身心 就是所谓的利藏 对 那什么叫阿比达姆 阿比达姆就指了论 对 就是我们讲经历论 论帐 也就是阿比达姆 那阿比达姆讲的是什么 其实他这边告诉我们说 一层上 这个 一层上这个微层上本身体用法治 这些我们讲到体用法治等等 真望等等这些 透过这种体用法治 真望的总统这种相对 来探讨 来明白 那产生了一个智慧 发自生界 的这种情形 就是一个 简单来讲的话 对微臣的一个穷救 对 穷救 对 微臣的一个穷救 他的体用法治 真望等等 这一些去穷救他 对 然后产生了那种智慧 就是所谓的阿比达姆 所以有的翻译叫对法论 对法就是相对于这种 体用法治啊 等等这些的一个 穷救 探讨 而生起的一种智慧 对 论 论是很重要的 对 那有的人 学习佛法的 有的人是读诵经典进去的 有的人是透过词界 进入门的 有的人是透过论 论障 阿比达姆 就是对问题的态度 可能比较喜欢思考的人 他比较喜欢读论 读论 对 那一般的话就会觉得读经 好像比较容易 读论比较懒 不过是因人而异 有的人觉得 其实论比较有意思 经的话读了是懂非懂 都透过论的话 比如说我们讲到说 以菠萝的话就有所谓的大制度论 隆树菩萨就做了大制度论 对不对 就是特别解释菠萝经的 然后也有中论 中论的话是通论菠萝经 通论菠萝经 大致的是解释 那个九摩罗斯所翻译的 摩尔菠萝波罗秘经的 二十七卷的这个部分 他二十卷大部分写了一百卷 对的这一部分 那中论的话是等于一个广泛的通论 所有的菠萝经的一个道理 这我们讲到中论 这个就是所谓的论 论是对于经的一个再加以阐述 然后个别的对摩布经的一个解释 比如说对摩河波罗波罗秘经 二十区间的这个解释 就是大致度论 那中论并不是特别对哪一部 波罗经解释 而是广泛的论述 波罗的思想 对 那有的人就蛮喜欢这种大致度论或中论 因为尤其写中观的 你不写中论的话好像就说不过去了 对对的这种提醒 好 那还有很多论 像我们讲到成为士论 成为士论 对 十卷的一个成为士论 是那个玄奘大师 集合了 螺合了 为士的十大家 把他集合而成的 写成的 那著书是什么 世青菩萨的为士三十颂 为士三十颂 对 这个就是 对 三十颂 是不过短短的这么三十颂而已 对对 大致上一页而已 但要用十卷的 十个大师 然后把它集合成 变成十大剑来解释它 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 那这种情形就是我们知道说 论的话就是对于那种巨颂 经典的巨颂 或经典的一个道理 再加以法义再加以论述 阐述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论 那像我们法源经的话 单独流通的经本叫做实地经 那世青菩萨就写了实地经论 实地经论 对 就是实地经就是针对实地经的一个著书 对对 对 那法源的话 有华源经 那法藏大致就写了 华源经碳行记 就是针对六十件华源经的著书 这个记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论了 也就是所谓的论 那八十华源的话 陈关大师写了华源经书 对 六十件的华源经书 已经很多洋洋沙沙了 然后没多久又写了华源经书演义超 书演义超 的超就是对那个书又在家里著书 总共有一百五十卷 一百五十卷 对 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庞大丰富的一个内涵 这个就是有关于六十件有法藏的探险记 当然字眼也有缩险记 不过比较简要 一般就用六十件的探险记 对对 二十件的演到经典有六十件 那八十华源的话 往后的流通只要以陈关大师的一个书超为主 对 那陈关大师的书超 其实很多 基本上就是在法藏大师的探险记的基础上 来注述八十华源的 主要还是以探险记为蓝本 所以大概有六七十 六十八十到七十 跟探险记或是完全是探险记的东西了 那陈关在家做一些补充 详细的说明等等这些 对 这个就是我们在佛陀教育基金会这边上的法院中 为什么会用探险记 因为二十件毕竟比较少 你要读一百五十卷的话 四连都读不完的 也定读不完 而且不但读不完 我们没有耐心 因为你可以想而知 由二十件变成一百五十卷 变成一百五十卷的话 它整个的一个论述发挥的一个细密性 可能也不是我们一般能够附和的 我们没有耐心 我们没有耐心 对 的这种情形就是 对 那当然可以辅助的一个参考 对 是啊 那最近刚好有一位台大的学生准备要毕业了 他写的研究就是陈关大师的书 还有超 这精神真的很可赞叹 寿司生而已 很可赞叹 这个是豁身可畏 真的豁身可畏 短短的寿司的这种 三年间这个可以去提论文的话 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真的是我们觉得真的还蛮值得赞叹的 就是 对 就是 就是陈关大师他写的那个华眼 简称我叫做华眼金书超 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对 不单是有华眼的东西 还有很多很多 维士 禅宗 天台 还有儒道 等等等等 这些 实际上很多很多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容 所以陈关是一阵真的是一个博通大师 对 也是这样 而且戒力也非常的谨言 非常值得 而且当时古代来讲 寿命也非常的长寿 有的说102岁 有的说120岁 但至少缓制100岁以上都已经在古代是已经古来 其实古来现在120岁的话或100岁的话那不想要怎么形容呢 这些的话所以我们等于说在中国佛教的话对经典的一个著书的话上就是比较论的部分了 就是开启我们这个智慧帮我们对一个经典的一个了解这个在非常非常的多 像天台中的话 智慧智者大师他本身就对法华经有写法华弦义 还有法华文句 各有二水卷 那玄义的话对于妙法莲华经经典的一个解释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古代的话 其实现在应该也是 要讲经的话要先破题 解题 那在天台中光解那是妙法莲华经 这个经典就写了一本法华的玄义 大书上大概将近150页 也是非常多的 150页 对啊然后关于一个庙字 庙法人家那个庙字就谈了90天 所以历史上很有名叫九行谈庙 九行谈庙 这个词 这个句话真的一点都不虚 因为我有考证过 我有考证过 我还是不死心要算一算 对 是啊 因为智者大 有趣的就是智者大师讲法华学 在解释庙法莲华经经典的时候 讲了半年 就是形成所谓的法华学义上就讲了半年 半年 半年就是180天 对 那我们看透过大政战所收入进去的法华学义的话 篇幅将近150页 但他占了80页 光一个庙子占了80页 180天除掉一半不是90天吗 因为我们用四字来做一个核算 所以在当今的话 在那个 因为智者大师的故乡是在湖北当阳 对 然后他那时就是有到他的故乡本身去奖金 也是晚年了 当然元级前的三四年 对 就是到所谓的玉泉寺 金桌玉泉寺 我们讲关公大义师金桌 就在那个地方 是 后来智者大师还跟关公有一段阴言 这个有故事的 对 然后 当然文革时代 那个很多试验都已经破坏掉了 那当然玉泉寺也不例外 那后来有恢复了 晋慧长老他有恢复 然后我们刚好七年暑假 有带华谷山的同学去参访 然后真的在那个墙壁上 大大的字写了 九巡谈庙 九巡谈庙 然后一些 周边还有一些关公的故事等等 这上就是 对 这些环境不错 它是一个 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平地的一个 一个稻场 而且也帮我背山 那座山就像一艘船 叫做 我把它翻过来的一艘船 叫做护船山 就在刚好这个山脚下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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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场 是一个相当 直谱 古谱的一个稻场 恢复的真的还算 不是跟我们现在一样的一个试验 都变得很新 它不是很新 它还是有维持它的那个直谱 的这种情绪还相当不错 然后也有 也有残堂等这一类的 是蛮值得可以参观的 然后还有一个水草的那个 铁锅 它们叫铁锅 大铁锅 可以煮给千人吃的那个锅子 也还有 等等 是啊是啊 等等 自如此 当然就是说有些文物的话 也是对当今来讲是很难得的 那这个 因为智耳大师他晚年的时候 也回到玉泉寺 去讲花花玄域 对 对 593年的时候 那594年讲摩合子官 所以等于说 那 对不起讲错了 593对 593 594 然后597就云集了 597就云集了 对刚好60岁 60岁的时候就云集了 不过也是刚好 有一下有天台的这三大部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花花玄域 然后花花文具 事实上总的来说 是对花花经的一个著书 所以我们要研究花花经的话 事实上 玄域跟文具 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不过于我们现代人 好像不太能够堪负荷 都用比较简单的 就是清朝的那个大义的 花花大成 连那个民国时代的太虚大师 讲花花经也主要依清朝的 反而智者大师 这么大部头 就所谓天台三大部 就文具行业 加上摩合子官 我们现代人都很少去 接触这些东西的 就在讲经红法的话 其实可能部头太大 而且不单部头太大 而是有时整个的架构 非常的庞大 论述的非常的细腻 但背书很有条理 非常的有条理 非常的有条理 那这个好 为什么我特别吵到有条理 因为有条理的话 再怎么大好读 其实是好读 你没有条理的话 再怎么小 是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所以不管花花玄韵 老母或子官 虽然是部头这么大 就身为所谓的天台三大部 大领刻向而知 但它的条理脉络 非常的有逻辑清晰性 这些是非 而且论述每一个问题的话 一定是把当代乃是前人 乃是从运渡以来 这些的话 他都会加以论述 所以我常常会感觉到说 我们现在做研究的话 写寿司论文博士 不是上人要讲说 当代成果回顾吗 其实古人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在写寿司论文博士论文 会讲到说成果回顾 对对等等 那现在我们可以透过像 刚刚讲的那个 智者大师的那个寻遇 抹合子官 或文具 事实上一定 一定都涉及哪一个问题的 一定都会把前人的论述的观点 先简单简明二要点出来 然后会很特别的说 会加以一一 加以平数 就是说有哪些优点 哪些缺点 哪些不足的地方 然后一一论数完 平数完之后 才提出说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比如说法外行音里面讲到 就是很有名的一个解经方式 叫做五重行音 灵体中用教 灵 就是经体 灵称 就是妙法莲花经 那他主要表现的这个体 就是那个理 就是那个理 对对 然后之后大家讲的 法外经之体 就是实相 他为什么要提实相 就要把以前的人 他用了叫一圣 或因果 或一圣因果 还有菠萝 还是什么 一大 就是非常 就至少有 他会累积 大概有十大家了 对 不同的经论 或者是那些大事论事的困点 一一集出来 他们主张什么什么 然后他这种主张的话 有哪些缺失 然后再去提出自己的观点 这个的话 在六世纪的时候 他生平年代是五三八到五九七 以可想而知 能够把当时的这些种种的一些论点等等 还有更前任的一些论点 这些加以累积而加以 不是累积而 而一集加以频破 频破 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论点 这个是在我们当今的做学术研究来讲 是真的非常合乎我们现在的一个学术的一个标准 这种情绪是蛮有意思的 最主要是说 他论述的一个观点角度 就是把前任观点 他会弄出二要的讲音 而且加上他的一个逻辑架构 非常的清晰 然后又能够提出自己的一个论点 等等的这个铺层的话 就是比较对我们学习来讲的话 事实上对我们头脑上的一个逻辑方面 事实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会比较用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待 看待问题的这个部分 这个将来大家 你们这边 不是我们活头这边也有开天台 将来有机会的话 其实天台的东西值得 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所以我们上华言顺带送天台 上天台复习华言 我们同意想还真有趣 他说老师你来再上个天台 然后复习华言 把我们所写过的华言可以拿出来复习 所以变成 可得已就是上华言送天台 然后上天台复习华言 双管齐下 刚刚早上有一位师兄也问我说 老师我这 我看到查过你的资料都是天台的多 也没错 有关于学习的论注的话 天台的华表的多 所以你们在网路上 后期看上手搜寻到的 事实上都是天台的多 都变成这种情形 不过我学华言是比较早 从大学生就已经开始接触华言 那寿司论 博士论是以研究华言 还是以华言为主 然后是博士班毕业以后 因为教授的关系接触了天台 开始才开始接触天台 开始研究天台的 所以以时间来讲 晚华言是这样有十年 有十年的时间 不过有时很惭愧 后来竟然是天台居上 对啊 我对华言有惭愧 这个就讲到论的部分 所以在中国的一个大 经论的一个著书上 事实上都是我们可以看出 都是属于论的部分 刚刚提到华言中 法杖成官大事 天台中治而大事 等等这话 那后代的话 当然比如天台三大部的话 唐朝的时候 湛南大事 京西湛南 就又对三大部 三大部已经很大了 然后在家里住书 又在家里住书 这个很不简单 京西湛南大事 真的也是一个很博学 而且国学基础非常的好 因为他出家已经三十几岁了 然后能够洋洋洒洒 这种三大部 大家已经不堪肤了 他还能够直闻足迹的去做著书 而且不但阐述法医 而且把引用到的一个经论典籍相关的一个出处的那些多帮你点到 然后对于那一种一些典故等等那一些很难了解的 他也会告诉你给你帮你做解释后相关的经论他会帮你查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到天台前面有智者大师这种三大部 那不过三大部也是他的弟子灌顶张恩法师 帮他记录一下 这三大部他没有写 是在讲经红法的时候弟子帮他记录下来的 就是张恩大师 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过得有这三大部 那到唐朝的话又有赞恩大师 是来著书他 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查看一下的这些部分 就是非常的更细致细密的去产发那个三大部的这个内容 所以他被称为后代称为是唐朝的天台中的一个中心法匠 对那有的学者研究说 因为天台中的这种从灌顶法师研究之后 天台已经走向比较衰尾的一个状况 也不像圣堂的话诸宗新旗嘛 那我们的天台中比较感觉就没有平平淡淡的这种情形 甚至有写者还讲说是黑暗时期 其实没那么严重 只是没像其他宗派这么的一个鼎盛 像维士 华言 禅宗这么的鼎盛 所以就是比较一个平淡一点 那到唐朝那个湛南大师的时候 就等于他就特别在三大部着力嘛 那华言宗的一个成官大师 他有亲近过湛南大师 他有亲近过湛南大师 所以刚刚讲到成官大师的华言金书 华言金抄 书抄的这个150卷 事实上也有不少天台的东西 也就是天台的教理 空甲宗 还有官法 空官 甲官 宗官的这个部分 非常的多 还不少 这个也就是说要研究成官 不但要了解华言 真的还是要了解天台才可以 要松滚齐下 还有很多 当然维士的东西 你也还要了解 还有禅宗的东西 就是一个大师的身上的论注里面 所涵盖的范围 是一个非常的丰富的这个部分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加上成官大师 他持戒非常非常的景言 非常的对 有所谓的历史上有记录到 所谓的个十部 那内容都要下次我们讲成官大师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介绍 这个就是简单来讲 我们的经历论的大概意思就是这些 就是基本上不离围城 我们这边几围城 其实围城本身就是 一围城中本身就设经历论 经历论 这个就是华人的一个特色 一法即是一切法 一法设一切法 对 围城虽小 对对 可是它可以含设经历论 经历论其实 我们这样讲围城设经历论 其实还算小的 还算小 因为华人已经讲到 一围城出三千大千金件 比我们谈的经历论还更大很多了 对 就是一围城中出三千大千金件 的这个部位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急不急 急不急看一下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急 急 急就比较偏重那个体来看 所以它讲到说 从围城的这个 一围城的这个袁小像 这个本身一围城像来看 去表解到它本身是五体 五体的 只是因人所生法而已 五体 因人所生法 所以是五体的 那能够这样的话 所以从五体为法 这个角度来看 叫做急 比较偏重这个 就是所谓因人所生法 无自信的这个法上来看 就叫急 那虽然五体可是 它不影响围城的这个像 所以叫不爱成像 虽然围城是 五体是空的 但不影响到成像的 粒粒婉然昏明 就不爱成像婉然 就叫不急 所以我们可以看 从这个急跟不急来看 急偏重在 它的一个 五体无自信上来看 这个法上来看 那不急的话 是从它的这个像来看 像 像的一个粒粒婚明上 所以五体上我们讲急 然后从像上讲不急 那后面要谈的就是这个 体跟像的一个关系 就是急跟不急 它一个关系我们来看 它讲到说 只有成像 像就谈就是不急的部分 也就是由成像的这个本身 然后我们才成立所谓的急 因为体不离像 所以从 由像我们来谈急 那这边刚刚的定义就是 不影响到这个像 这个我们叫不急的意涵 所以他说只由成像不急 以法废通而言 说他为急 所以废通 以法废通就是体达到一切法 都是无自信的 无体的 所以叫急 所以以不急而成立急 急不离不急 同学听得懂吗 简单来讲到体不离像 体不离像 像 像即是体 所以不急 即是急 就像即是体 那反过来看 成本身无体为法 刚刚我讲到成无体为法 对不对 所以成这个体 本身这个本身就叫急 可是虽然它是无体 但不影响到 这个为成的这个小像 不爱 延起 延起就是那个为成像 对 所以因为无体的这个急 所以成立了成像的这个像 叫做不急 就是所谓不急 简单来讲的话 其实急是相对于不急 也就急由不急而成 对 那不急呢 这个像是由体而成 所以不急是由急而成 它只要表达 其实善急于不急 它是一种不相舍离的 互相支撑的 那更简单来讲 善就是一种体跟相的关系 对 相是一体而成 体是由相而显 对 的这种关系 好 大概是 因为有点小小绕口 就是谈的急不急 是这种意思 那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义不义 义不义 我们先来看什么叫义 什么叫不义 义的话 就是指的那个像 事像 事像有种种的差别 对 从事像种种差别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叫做义 对 那不义呢 是就那个体来看 成无体 唯有法 这个体来看 就叫不义 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 对 就好像围成他 他无体 就是无自性 那乃至所有一切事 包括你我他 也都是无自性的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跟围成不义 就是我们的那个都是空 所以我们叫做不义 不义就指的那个体 那个体来看 所以我们讲到那个体的事 就是用法来表达上 所以刚刚讲到围成 这个就是无体为法 所以叫客体为法 就是就体来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法 也就是补义 也就是我们一直谈的 佛法的那个道理 事实上就是空 在无体空 无体为法 那接着的话 它就是把义跟补义 连结在一起来探讨 来看 对 所以他说 只由法体补义 我们刚刚讲到 法体就是讲的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无自性的意思 就是那个体 也就 像这个法体 像就是围成的这个 这个本身的话 它本身是无体的 所以我们谈的叫补义 所以只由法体补义 然后集义方程 跟前面那个集跟不集很类似 就是说因为不义才能够成立义 对 一体而有相 一空而有为成 所以中文讲 已有空于故 一切法得成 对 成 一切法得成就是指那个事物 一切法 一切法就指这些事物 所以那一切法就有种种的差别 可是他们所依的就是空 对 已有空于故 空就是一切事物所 一般所依嘛 已有空于故 一切法得成 所以这个法体我们讲的就是 一切事物都是空的 才能够成就一切事物 所以叫 所以义是由不义而成 义是由不义而成 只由法体补义及意义方程 对 那虽然成就了这些围成的这一切法 但实际上本身还是空 对 就是不识其体 也就是空 所以一切事物因体而成立 所以叫做只由法体补义及意义方程 那虽然成为一切的差别相 一切事物 但不识其空 不识其体 法体 接着的话是反过来 前面是事物是由体的补义而成 那反过来看的话 这个体的补义是由事物而成 同学可以了解吗 所以已有空于故 一切法得成 那应该反过来说 已有一切法故 所以成为空 但我们常常只会念第一个 已有空于一切法得成 忘掉了 其实空要因一切事物 不这样了解到 我们会把空直属起来 变成空自信化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更进一步让我们了解到 其实一切法是因空而成 没有错 可是反过来 空也不能独立自存 空不自为空 因一切法而有空 所以叫做只由尘世差别 就只由尘世的义 才能够成就这样一个不义的体 也就是说实际上空是由一切 由尘尘一切法而显 离尘尘一切法 其实也没有空 找不到所谓的空 对 这个才是平等的 或者说我们一直把空夸大了 变成空比较大 对 一切都要以空 事实上 反过来看 没有一切法的话 空也不能成 对 空也不能 这边来看就是说 所以只由尘 这个差别事项 那个不义的这个体 或我们讲那个空 才能够成立的 对 所以华言很重视 尘即空 反过来 空即尘 对 离尘而无有空 对 叫空即尘 对 这样才能够空尘一如 空尘平的 要是只谈空尘即空 有时难免我们会执着空 把空自信化 而不自觉的这种情形 所以还要谈到空即尘 空即尘 这个尘即空空即尘 事实上心经都有讲了 但一般我们在学习上 比较偏重尘即空 很少去谈空即尘 很少 这个是华言中比较特别的 华言中很重 不但要谈尘即空 还要谈空即尘 不但要谈说 一切法一空而成 对 只有不义而有义 但反过来的话 因为有义才有不义 对不对 这个不义就是我们讲的 类似我们讲的那个体 或叫空 对 因为有一切法 我们才有所谓的 这个空 我们谈的空 或是法体这个部分 是 所以这个 从这来看 所以等于说 差别跟无差别 无差别跟差别是一种不相舍利的 对 那你可以这样来了解 这个义 这样成就是我们讲的色 用空色来看就叫色 那这个不义 坦的就是上就是空 对 也就是色即空 空即色的一种关系 对 大家可以这样来了解 对 那所以 因为有四项的这个差别 我们才能够去 那个空 这个理 体 才能够成立 所以叫做 只有四差别 及不义 这个不义 一方程 那虽然成立了这样一个补义的这个体 但实际上又不影响到差别相 对 就是色即空 对 因为空即色 色即空 那虽然说色即空 但不影响到色法 不影响到差别相 对 色即是空 但不影响到不坏差别相 所以叫不坏延期 不坏延期 那要这样合起来 去了解方言理言 理才 我们所谈的那个道理 事实上方言就是说 才能够真成立 或者难免落入于一边 落入于一边 就是说 无差别 其实它是由差别而成 对对 对 差别是由无差别而成 对 那无差别是由差别而成的这个 就等于说彼此都是一种相互依存的 对 的这种情形 好 对 所以差别虽然是成立了 就是空 但实际上不坏差别 对对 好 那无差别是 是等等这些的关系 大家可以这样来了解 所以经典讲到说 圣其事尊 以无异法中而说 而说诸法异 对 也就是说 所以本无差别 但不影响到 种种差别 不影响 那是有种种差别 实际上还是无差别 对 要是我们把前面这个就 等等 这个就是说 差别 无差别 对但不影响到差别 这种情形 这大家可以这样来了解 就是说其实就处理到体跟相或空跟色的关系 色即空但不影响色的差别 空即色但不失空的即进 大家可以这样 对在华眼的话 尤其在法杖的这种 华眼意 他常常会把两个扣在一起 扣在一起 不会只要说色即空 再反过来就空即色 对 那色即空而不爱色 空即色而不爱空 对 对 再讲 这就是所谓的义 义补义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只是一个名相上有点变化 但实际上道理上是相通的 即就是比较对应的就是补义 就是体的那一部分 对 那义就是差别 对应的就是不即 对 就是相的那一部分 所以简单来讲 事实上就在处理体跟相 体跟相的一个关系 那因为我们所 用刚刚讲的心间上就是 简单来讲就是上就是色跟空 空跟色的一种关系 怎么能够去传达的这样一个道理 而不落入我们本身的一边之间 的这种情形 这就是一种智慧 好那我们再来看本跟末 本跟末 那我们看一下 也同样要先去了解到什么叫本 什么叫末 事实上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体 事实上就叫无性 或空 所以成空无性 就是所谓的本 也就是体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法 那末都要讲的就是那个相 相就是指的差别 相就是你跟我 我们有这个相我们就彼此那个差别 对对 好 所以叫大家先掌握到末指的就是相 相就有种种的差别 本讲的就是体 也就是无性 空的这个部分 所以先掌握到 因为这个我们要顺着他的文脉来了解 他对于那个本跟末的一个借说 那静儿的话 在说明这本跟末彼此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末即非末 也就是末本身事实上也是不可得的 他也是因缘所生 所以末非末 末本身也是不可得的这个因为都是因缘所生 所以末非末以相无不禁锢 因为末不可得 所以那当然相 像无不禁就是禁了 也就是从不可得来讲就是引除掉了 就是禁 双重火定五不 实际上就是禁相 相不可得 末非末 那成相当然 也就五相不可得 所以叫禁 相无不禁 这个相 这个成相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末是指成相 那末不可得 末非末 末本身不可得 所以那当然成相 其实也是不可得 就是无不禁的意思 那本呢 本非本 不但是末非末 其实本的非本 这个也都是我们常常很容易忽略掉 以为有一个叫本 忘掉了 本也是非本 本也是相依于末而失色的一个 安置的一个法而已 要是没有末就没有本了 同意可以了解吗 所以末 末即非末的话 就是指末不可得 也就是末本身不能独立 所以它是相依于本而成为末 对对 所以也就是无自信 所以相无不禁 那本呢 反过来看 本也要义以末 对 义以末而显 所以本非本 本要义以末 也是因缘而已 对 要义以末而成立为本 所以叫本义非本 本义非本 对 本义非本 那 那因为这样 所以不爱延起 不爱相 对对 那你说体 体非体嘛 对 但 所以不爱延起 那末非末 相无不禁 好 这次我们看一看 即以非本为本 非本为本 即空而显有 因为本本身也是不可得的 所以它依于末而成 所以非本才能够成为本 因为非本而 这边应该讲到 本非本 对 非本为本 就是本非本 所以非本为本 所以空而显有 对 这个就起要强调本上是空 但 因为它是 空它是不离 不离非 非本我们可以讲 你可以把这个本 实际上可以当成 叫空先来了解 那非本呢 就叫非空 对 同学可以了解吗 非空 对 也就是有的意思 所以 因有而才有空 同学可以知道 可以这样来了解 因有而有空 那虽然是空 实际上也是有 因为空是 因有而成立的 所以空也是有 可以这样了解 好 那同样的道理 以非末为末 对 所以虽有而显空 因为有的话 这个末就是所谓的有 那有是异于空来的 对对 所以虽有而显空 大家这边可以知道说 实际上也就是末跟本自在也就在处理到 有跟空的关系 本就是我们讲的空 末讲的就是一个有 那空的话 它相依于有 那有相依于空 对 所以这种情形 即有而空 所以空而恒有 即空而有 所以有而恒空 大概就是属于这种空有的关系 是这样的 所以两个都是一种不相舍离 相互愚蠢的 充分的去表达这种延起的道理 延起相有的道理 这是法上非常擅长的 所以在一海百分之一 一直都扩进了这个来论述 那能够明白这个就可以入法界 入法言法界 所以当之末及水眼 末就比较从有的这一部分 水眼的部分 本就是比较从体的这个部分来看 那所以体为用本 那用一体而起 就是一体而有用 对对 一体而有用 用一体而起 对对 那体就是 体为用之本 这是空 空跟有了一种关系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空就代表了这个 这边所要谈的那个体 所以予有空欲故 一切法得诚 所以叫体为用一切法之本 那一切法是依这个空而起 所以经典讲的 就是常常我们很多经典 像维某节 就是从无助本立一切法 无助本就是我们刚刚谈的那个挺 就是刚刚讲那个空的意思 无助嘛 无助就是无性 也就是空的意思 那我们就先上到这 休息一下 刚好下课有同学 有同学问到天台的东西 刚才本来要把它点掉 不过想到说你们想了解的话 也可以 这个我们上华言送天台 我的滑鼠 可能他滑鼠见 有在做吗 有啊 有了 对 是啊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天台的一个三大部 天台的一个三大部的东西 可能我们有练过去 但最主要可能让大家复习一下就是 这边字会不会太小 滑鼠旋律里面没有一架就好了 旋律嘛 S铺头蛮大 然后四圈 四圈就是 我们简称为这就是 滑鼠旋律四圈 它的分量又比文具 原来的旋律又多了一倍 多了一倍 那这边十圈它上有上下卷要顺进来 所以S都是布头很大的这个部分 然后文具的话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法华文具 也是有十圈 那文具具就是赞人大师的 文具具 等于说这个具就是对文具在家里解释的 那四圈的话就是对 四圈就是对玄艺在家里做著书 那法华玄艺加上法华文具 是整个就是对妙法莲花经的一个著书 那可以加起来就很多了 真的很多 那摩合子观的话 就是对法华经原顿子观的一个落实实践 是实践法华经的一个原顿子 法文就是摩合子观 所以它又叫原顿子观 那赞人的话又写 辅行传宏诀 辅行传宏诀就是对摩合子观的 在家里著书的部分 所以可以就是说天台的三大部 都有这个就是依着文脉 然后在著书 补充了非常详别的一些资料 有助于我们的一个后代的一个了解 那比较刚颖二要对摩合子观的那个就还有另外两部诅作 子观义类还有子观大义 这两部也都是赞人大师的一个著书 这个让大家一个参考 所以天台的有名的就是 我们这样听称也说所谓天台三大部 就是法华文句 法华悬意 然后摩合子观 统称为天台三大部 那目前的话 据我所知 讲三大部的已经非常少了 台湾如此 大陆也是如此 非常少 可能江南那一代 也有法师在讲 就是天台的摩合子观 可能先也有 但上的也不是 应该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可能在一些比较细的部分的一个阐述上 可能比较擅长 但在一个整体上可能会比较弱 这个是我听一位老 上海大学的一位老师 他可能有去听过 但比较他跟我分享的部分 但北方也几乎没有 那个刚刚是讲江南 浙江那一带 文风比较盛 所以天台会比较好 那其他的话 可能就是上一些天台的概论的东西 很少 那华言几乎 在大陆也几乎没了 也没有再 人在上华言经了 但送华言经还是很新盛 送经很新盛 他们常常就有华言经的送经法会 大江南北都有 送21天的华言经法会 在杭州 林允寺 天竺寺等都还是盛行 他们在夏安基可能都会送华言经 从古代以来就 江南那一带华言经就很新盛 就是送华言经不单只是那个中南山 五台山 而是江南华言也是很新盛 而且流行 比较红行的就是送华言经 送华言经的这种情形 还是在大陆的话 送华言经还算蛮普遍的 在安徽 湖北 事实上还有其他 事实上都还是有在送华言经 但讲华言经可能就非常少 好像到目前我还没有听到 哪边在讲华言经的 可能就可能也许有 只是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就已经非常少了 那华华还是比较多一点 弘养天台还是比较多 所以一般的佛学院会安排有天台的课 但几乎没有华言的课 几乎没有华言的课 所以华言是更稀有了的这种情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 第九义就是所谓的会三圣 三圣 这边我们也先了解到 他对三圣的解释 就是小中大 也就是我们讲的身文原觉菩萨圣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三圣 那先了解到所谓的一个小圣 他讲的就是知道围成 他的一个围成像 他是空无所有的 了解到他都是因缘所生化 是无所有的 可是这个法是有的 对就是我们讲到说 人我空法不空 对对就是法是事实 那从这来看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小圣 那第二个的话 终圣是指了解到 了悟到成 他是因缘合合而有 对 也就是不死 也是空无所有不死的 当下习以原力 当下习以原力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终圣 透过了解到 他是从缘而生 对不对 然后不攀岩 就习以原力 这个叫终圣 那所谓的大 他事实上同样也是 了达围成 围成像 围成他是因缘合合 但他是无姓 无生 空极一位 空极一位 那这个就所谓的一个大 所以这边就分成小中大 的这个就了成本身 无姓无生 当然空极一位 好 那虽然分成小中大 事实上是我们终生根基的问题 所以他说法本来是一 经法是一 成只是成一法而已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变成小中大 邪者分三 就是邪 就是我们的学习人 对不对 所谓邪者 他们本身 因应这个因缘 所以就小中大 小中大 对 好 所以小中大是 随着我们的因缘 根基的因缘上 而做的失色 并不是法 有三个 法 唯有一位 一位 一位法 第一半我们讲的就解脱位 好 对 所以经法是一 邪者分三 非以 我们众生的根基分成三 而变法就变 另法一三 并不是 因为我们 非以邪三 就是邪者分三 非以邪三 令法一三 对 法还是一的 对 那会乘三只是因为我们的根基的问题而已 所以叫非以邪三令法一三 反过来看 非以法一 令邪 令邪一 也不会因为法一而令 我们本身就只是一而已 根基 对 这个就是 有 法一 可是随着众生的根基 而有三 对 是 所以 这种因缘 在后面这边只在说明 他们这种情形 对 不因众生的根基 由法一变成法三 对 那也不因为 法一而限定了 我们众生的根基的学习 这个就是比较属于在一个法上 还有一个根基上怎么去运作 所以他讲到 但人至三圣 法非三也 一直强调 对 法虽然随众生根基有三 但法不会变成三 对 那法虽然 那虽然是法是一 但因众生根基 我们说它是三 对 所以就 但人至三圣 法非三也 法还是一 虽三 虽水顺因缘而四色的三色 实际上 还是一位法 就叫做 人三 法一 对 那不因为人三而法 就变成三 对 那这个的话 就是比较属于这种 在讲法跟根基的关系 对 一法 而水顺众生的根基 我们讲 这边讲小中大 实际上是五量圣 因为根基不只是小中大而已 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活法有五量圣 五量圣 对 那虽有五量圣 事实上还是一法而已 一法就是延祁吧 对 一法就是延祁嘛 对 所以就一种名字在谈的 这个延祁 那虽延祁 延祁无性嘛 那虽延祁无性 那随身不同的音乐 而有种种失色 就有种种的差别像 那虽有种种的差别像的失色 其实法还是一味 一法一味 所以他后面几个小节就 当之一 及三圣 一法及水顺因缘有三嘛 对 那虽水顺因缘有三 实际上还是一法 对 一法及三圣 所邪之归一夜 所以有三 实际上还是会归嘛 对 百川还是会归于大海嘛 大海 那三圣及一圣嘛 三圣及一法嘛 对 三圣及一法 对 那虽是一法 可是他水顺因缘而有三 要这样来了解 三圣及一法 水顺因缘而有三 对 虽是一法 不影响他水顺因缘 而种种失色的差别 对 那一圣 虽然水顺因缘有三 但是实际上还是一圣 可以可以讲 就是一 一及三 而一 三及一 而三 好 大概就这些 好 这样才可以这样来了解 是 那这个附了就我们就不用看 本来会 我是把这个部分稍微再把它更好了解一点 不过这个有它的意涵 所以我们就这个就不用点开来看 那毕竟空 毕竟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意义 毕竟空 这边谈的就是我们谈的就是 佛华华讲的一切都是空 对 那空也是空 这叫毕竟空 以后我们所理解到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成不禀事项 而常空即 视为毕竟空 对 成不禀事项 而常空即 对 这个不禀事项就是不坏事项 不禀嘛 不禀 就是事项本身 不禀嘛 不坏事项 当下它本来就是空的 对 那要是坏的事项才叫坏的话 就是昧射空的 对 或空舌了 这个就跟这边谈了就不一样 所以它就不禀事项 而常空即 所以说它是毕竟空 好 那今 这个微臣本身 微臣这个事项虽存 而实际上 它还是空解 所以它说 像 这个微臣像是不可得的 微臣之像不可得 微臣之灵不可得 乃至 微臣之理 亦不可得 对 这个有点比较懒 前面我们知道 像不可得 明不可得 但要讲到理亦不可得 对 就是我们刚刚讲 这个理事上讲的就是空 对 那空 空不自为空 所以空也是不可得 空不会自己变成空 空是因色而说空 所以叫理不可得 所以这个理就是空也是不可得 那能够了解到空本身不可得 才叫毕竟空 或者还 还达不到毕竟空 对 好 以一切不可得 所以才叫毕竟空 毕竟空是指这个 不但像不可得 明不可得 事实上空也不可得 对 所以一切一切皆不可得 所以我们讲到毕竟空 好 那圣人讲毕竟空 并不是说就没有他的一个表法 非无表说 对 所以他讲到说 实际上 毕竟空 空时不爱 为尘 对 也就是说空不爱有 空时不爱 尘法 宛然 就是 空 当我们讲空的时候 毕竟空的时候 不坏成像 也就是 不爱 不坏成像 成像本身的 小像的 粒粒分明 所以叫空不爱 是 空不爱有 空时不爱 尘 法 宛然 这个尘 法就是 尘 法的这个有 或是说 这个有是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空时不爱 尘 法 宛然 那反过来看 尘 法 差别像 清的粒粒分明 但毕竟还是空的 就是把空跟有 连在一起来看的 空 不爱有 那 虽是有 实际上 还是空 所以叫 空时不爱 尘法 宛然 尘法 宛然 恒 毕竟空 虽有 实际上 也是空 虽空 其实不妨碍有 叫 空有 无爱 空有 无爱 这个 能够如是了解 才叫 毕竟空 就是空有 无爱 就是毕竟空 所以 难毕竟空 就等于对 毕竟空的一个 定义 实际上就是 空有 无爱 空有 无爱 的这种情形 所以 空 无爱 有 虽有 而 很空 这种部分 那 后面的话 等于对 第九个 这个本身 体用开合 做一个 前面的这个 死意 再做一个小结 所以叫 燃上诸意 就前面所讲的 这死意 人法 然后一直到 我们刚才谈的 毕竟空 这个 做一个 一个小结 一样 燃上诸意 法体 不空 原生 非有 我们先看 原生 因缘所生 法 有而非有 因为 是因缘有 所以不是实有 所以 原生 之有 是非有 对 对 那 因缘所生 中华这个法 无自信 是空 对 所以 法体 虽是空 实际上是 空而不空 对 就是说 这边讲说 有而非有 这边谈的是 空而不空 也就是 有 事实际上 是 因缘所生 所以 没有实体 所以 有而非有 原生 之有 实际上是非有 无自信 之空体 实际上 也不可得 所以叫 法体 是空而不空 法体 空而不空 那 原生 有 实际上是 非有 对 就是 空 本身 不可得 所以 空 不空 有 也是不可得 所以 有 非有 那先 这个就是把 这个空跟 有的这种关系 空实际上 是不空 有 实际上是 非有 所以 接着我们才能够 看后面这个 所以 非有 之有 因为 因为这个改过后 它又乱掉以后 所以 没办法改 实际上 应该要这样 非有 之有 是 极有 偏于 实方 练起来会比较顺 可以再把它调一下 好了 因为 改到 都有点 头晕了 昨天改过 然后刚刚可能 对 没关系 好 我们就 应该是 痘号应该是在这边会比较好 快碰到这边会比较好 练起来会比较顺 好 就是 这边好像还没改到 还都 跑掉 多掉一个 改一下好了 对 非有 非有之有 是 极有 偏于 十方 非有 之有 我们刚刚讲到 延伸之有 是非有 那 那 很怪就是 延伸是 非有 之有 对 也是非有 所以非有 之有 所以 因为是延伸之有 所以 它能够 周片 十方 这种 也就 还原的一个特色 所谓的 周片 寒融 这边讲的 就是周片 你了解 微臣呢 这所有一切事物 它都是 因缘有 那即使因缘有的话 就 就是所谓的 非有之有 那非有之有 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空 对 所以能够 骗十方 不会 好 就所谓 非有之有 即有 骗十方 不空之空 即空 乘以一切法 对 所以 也就是 延伸之有 是非有 那 反而是 因为非有 非有之有 就是延伸有 反而因为这样 所以能够 骗十方 对 不了解到 微臣是 因缘所生 那么你就 会固执在 微臣的 这个相本身 那能够了解 微臣是 因缘所生 的 有 对 是非有之有 那么就不会受到这个有的限制 所以它叫 极有 骗十方 对 那 那不空之空 对 空 对 空是让实际上是不空 所以不空的空 同意聊聊 没有一个单独的空 空是意义不空 所以叫不空之空 没有单独的有 是 有是意义 非有之有 所以叫 非有之有 不空之空 也就非空之空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能够成为 成一切法 对 能够成为 就是我们讲的 刚刚讲的 宗论 因有空欲 没有一个叫空 没有一个叫空 那也因为这样 对 所以能够成一切法 因为空是 一有而成 对 一有而成 叫不空之空 即空成一切法 好 对 所以这个就把中和前面 整个从人法到必进空 这个把它整个来讲 就是实际上 就要掌握就是 有而非有 空而不空 那反过来看 这个有 衍生之有就是 非有之有 所以能够作片十方 对 那不空之空 所以能够成一切法 对 这个关系 所以片十方 成一切法 然后用开差别 强调用的时候 就展现那个 微成像 乃至一切事物 本身的种种的 一个差别像 所以用 用就是展开来 它的一个差别 体就比较合在一起的 叫体合四肖 一个展现的是差别像 体的话就是 会归于一位 合 就是一位 一位的话 就四项就免除掉了 所以叫体合四肖 所以我们看一下 用 是属于展开到差别像的 所以叫 用开差别 出法 宛而 心螺 就是 宛心 万象 就是说 展开来 强调用 强调它的一个差别像 差别像的这一部分 所以有 有种种法 的一个螺布 就心螺 就是很多很多的心螺万象 那体呢 体全跳就是 它的刚刚讲的空极一位 对 就是 那空极一位的话 四肖就消了 就免了 所以叫体合 用开 用表现在开 体表现在合为一位上 开就是多 合就是一位 所以叫体合四肖 对对 那虽然是多 有差别像 实际上 差别本身也是极尽的 所以多明极而营练 就这样 所以强调 大家掌握就是 用表现在开 就是多的这个部分 体表现在合 也就是一位上 对 所以多而一 对对对 这个大家可以这样来看 多明极 极就是一的一位 一是一位 那营就是 类似我们讲 繁星万象 可是它练 练就是缩起来的意思 练 缩练缩练 对对 缩练 开合 缩练 缩练就是合的意思 开 展开 好 那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体用开合 体用开合 对 用表现在开 体表现在合 合 合为一位 开为差别 就所谓 体用开合 这一部分 大家可以先做这样的一个了解 以上所谈的就是 不外乎体用的关系 空有的关系 体用空有的一种关系 那就是开合的关系而已 开跟合的关系 好 那最后一门的话 抉择成就 抉择 抉择的话 以佛法来讲就是一种 都是象征我们对于事情 等这一些 事实上是有一个抉择的能力 尤其在佛 表现的是一种智慧 你能够临辨是非 通达是理的这样一个会 那能够记住这个的话 可以成就少 当然是成佛 对不对 就要成佛 这个部分 所以前面谈了这么多 上五位就是 让我们本身生起智慧 对于事物的 有那一种抉择的能力 这样一个智慧 那当然就可以通上佛道 成就成佛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抉择成就这十个 因为我现在都不太敢 把它点回去 点回去它会乱掉 其实把它保险起 这个是最保险 因为一关起来的话 再打开来它又不接了 这个是最保险的 早上把它再补上去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 刚刚讲到抉择 当然就很重要 就是减别证件 抉择代表什么是证件 我们要去掌握的地方 给抉择 所以它当然就用减别 减别证件 所以它首先告诉我们 这个减证件本身 先了解什么叫邪 贱成名相 贱成有这个名 有像我们流于 在分别这些名相上 事实上就是邪 贱成名相 是邪 那什么叫正 贱成空极 就叫正 所以要明白 不要停留在名相 而要了解到 所有种种的名相 毕竟都是因人所生亡 无自信的 也就是空极的 能够如是了解 为证才叫正贱 或者叫邪贱 或者是邪贱 这个就是先把正跟邪 我们先了解 这个也就用简则 简则就是分辨 分辨抉择 邪正 的这种情形 好 那这个只是一个 初步的了解 其实不只是这样 我们再看一下 又若以箭 箭于尘 此非为正 那要是有尘可见的话 其实也不是正 对 尘也是不可见的 好 这个是更深一层的 若以箭 箭于尘 好 那 同样的 以箭 箭于尘 是不正 非为正 那 反过来 以不箭 箭于尘 同样也是不正 因为箭于不见的话 都落入一种 分别的一个对立上 又若以箭 箭于尘 此非是正 以不箭 箭于尘 也不是正 这有点深 那什么叫正 尘不是见以不见 尘本身就是见 这不是很好了解 尘当下就是见 不是你见不见的问题 尘当下就是见 好 就不负更见 所以要明白到 尘当下是见 同样应用在 知道的知 尘当下是知 对 那要同样 我们讨论 以知 以知知以尘 不是正知 对 以不知知以尘 也不是正知 对 所以 眼离 见以不见 才是正见 对 好 那为什么 他讲 但知尘 前世见 不负更见 的这个部分 对 这样才是一个 所谓的见 好 是这部分 是有点 稍微难一点 但我们没关系 我们再看下来 先看完好了 然见此诚实 对 见此诚实 不可以会见 以法 法眼见 不可以智慧见 会 会眼见 不可以法眼见 不可以火眼见 不可以弱眼见 不可以天眼见 对 天眼瞻 见以尘 也就是说 以会眼见 事实上也不当 以法眼看也不对 以火眼观也不对 以会眼视也不对 以天眼瞻也不对 就是以无眼 去见尘 事实上都不对 为什么 因为尘本身是见 不是 因会眼 因法眼 因佛眼 因若眼 等这一些 对 所以他说 他这边 因为尘本身是见 所以不可以会眼见 那又用 见见以见 对 这叫不可以 对 不可以这个 会眼 法眼 佛眼 若眼 天眼 见以尘 为什么 答案就在刚刚讲 尘本身是见的 好 所以以尘即是 尘本身是见 所以尘本身当下 就是会眼 法眼 佛眼 若眼 天眼 所以叫 不复更以 不复更以 这个会眼 法眼 佛眼 若眼 天眼 来见 这一次省略掉 不复更以 会眼 见 后面这边 应该有省略掉 所以大政上 有一些教堪版 等于 重点在于说 尘本身是见 所以记住了 会眼 佛眼 华眼 若眼 天眼 所以 不能再 另外以 其他来 见他 他本身就记住了 这无缘 难道你用无缘 见无缘吗 好 这正部分 那刚刚为什么讲到说 这边有 有落掉 事实上我 我这边 因为大政上 他有稍微 做了一个 一个教堪 等于是 等于后面的这句话 完整来讲 后面这句话 前面是一样 以臣即是会 即是法 即是佛 即是若 即是天眼 后面这边是省略掉了 应该是落掉了字 不复更以 会眼见 华眼 佛眼 若眼 听眼见 不复更 就是这边是省略 也就是说 臣本身就是见 臣本身就记住了 这个 无缘 会眼 华眼 佛眼 若眼 听眼 所以不能再以这个无缘再去见他 就是以见而见 对 是这个意思 这个只是 可能可以把后面的这句话 不复更以会眼 见 华眼 见 活眼 天眼 若眼 见 等这些补上去 接着他就又讲到说 又若见即不见 对 要是讲说见 是不见的话 那这样还是不弃以臣 对 以见 以见 见 以见 即不弃臣 就是 以见来见臣 见的话 那么也不相弃 那以不见 见 其实同样也不相弃 也就是不管你以见 还是以不见 因为相对于 见我们讲说不见 那用见来见臣 我们讲用五眼见臣都不当 更不用说以见见以不见见 对 都是不弃以臣 对 若不见即不见 对 不知臣是见 那还是不见 对对 反正用见来见臣 或用不见来见臣 事实上都不对当的 对 应该是若见即见 要了解到臣本身是见 才是见 所以基本的答案还是要先回到这边来 但知臣前是见 不负更见 这个 这个是比较深的 也就是臣本身就是见 臣本身就是知 对 不负更见 见不负更知的这部分 那我们所认为有见有不见等这些 事上都是我们本身加进去的 不合乎臣本身 不合乎臣本身 所以经典有讲 见者即是过 彼则无所见 对 因为你认为有所见反而是过 反而不是真的见 所以见者过就是比较不见 就是无过 对的 见 认为有所见的话反而是不亲近的 如果见者即是过 那你既然是有过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见呢 所以叫无所见 好 那佛呢 诸佛离所见 所以才是真正见 所以才是见情近 对 我们有见的反而是不见 所以我们是过 那佛 无所见 所以才是真见 所以才叫情近 我们的见是不见 所以称为过 对 那佛的话是离所见 所以才是真见 真情近 好 好 我去请问一下 这一段是在讲 知见律 律知是无明本的意思吗 对 对 有所见还是无所见 有所 有见还是不见 等事上都是 用这边的话来讲 事上是过 等于说 这边要谈的重点在于说 我们从这边来看 就是说 其实以成本身来看 他本空极 哪有所见 对 那你相对见说 谈了不见 其实还是落入于 分别上来说 重点在于成本空极 那既空极的话 世上是祭足一切 所以叫 成全是见 成祭足无远 对 然后有个了解吗 这是空极吗 那因为是空极吗 所以 就无所见 也就是佛的话 就是离所见 所以才是真见 离所见 对 那自人为有所见 反而是过 我们众生自为 有见成 有所见 反而是过 反而是不明白 成本空极 是不可见 是离所见 对 那这个部分 所以这边谈到说 诸佛离所见 对 世故见 亲见 不是 才是真见 见亲就是真见 对 先谈到这个 没关系 这个部分是 稍微比较难 但重点要谈到 成 掌握是成本空极 成本是见 成极是前见 不负更见 的这个部分 然后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诸佛离所见 所以所见是亲近 那众生认为 有所见 事实上反而是 无所见 好 那我们来看 染 近 染近 那什么叫染 什么叫近 我们来稍微再 先看一下 他的一个介绍 对 嗯 很重要的 空若易于有 若空易于有 这样的近就不能叫近 应该空不易有 才叫真正的近 空要是易于有的话 这此近则不是近 因为空易于有 就是一种迷 迷空 所以不能叫近 所以你了解吗 空易于有 从空是不易于有 真空不易有 那反过来看 有要是易于空 其实是直有 对对 所以是 责染不明染 也就是说 空易于有的话 是迷空 有易于空的话 是直有 对对 那迷空的话 那么近就不能为近 那直有的话 染就不能成为染 的这个意思 好 那接着的话 他讲到 今 有 一定 有 为什么是有呢 前空以为有 对 前空以为有 那反过来 事实上 我们为什么是染 前进以为染 同学可以了解 前空就是前进的意思 对 有 有是前空 才成为有 对对 对 那我们现在 可能说简单来分的话 他这边讲到就是说 其实 当我们在谈有的时候 他比较偏重染的部分来看 当我们在谈空的时候 他是偏重在近的部分来看 染近他等于我们先掌握到 染 他只设的是有 近只设的是空 对 那空的这个近 事实上 要是一以有的话 那么这个近就不能为近 有点落口令 是 我们先把它 先把它划分下来 染 指的就是 对的就是有 近指的就是空 对 那这个空之近的话 要是空是一以有的话 那空之近的话 就不能叫近 因为对空还是你 对 没有掌握到空的近 空的近是不离开 染的有 当然可以了解吗 近就是不离开染而有近 那反过来染是不离开 近而有染 对 那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对空没有真正了解 所以谈不上较近 那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对有没有真正来了解 所以也没办法成立为染 对 好 所以他讲到说 这边 因为基于前面的这个基础 我们在谈到 所以有 是 不离开 前空 前进而成为 有 这个染就叫有 实际上你们先把它改一下好了 也许染近到不过了 先改成有好了 那近就是指空的意思 也就是有是前空才成为有 对 那也可以讲说 有是前进才成为染 因为染跟近是一组的 对 空跟有是一组的 那实际上染是指的是有 然后近指的就是空 对 那我们现在把它换一下 没关系 所谓的有是前空而为有 对 那你套用染近来看到 就是所谓的染是前进而为染 这样可以了解吗 比较 因为有时你们这两个词会不太一样 可能会绕不过来 你就先把染改成有 近改成空 那就是有是什么 前空而为有 不离开而空才能够成为有 对 那空是什么 是前有而为空 对 那你再把这个染近套上去就好了 对 就是有本身是前空而成有 对 那也可以套成染 染是前进而成染 对对 那空是前有而成空 那套染近的话 近是前染而成近 也就近不能离开染而有近 对对 染不能离开近而有染 就讲了这个 所以基本上就是空有的关系 染近的关系 彼此是不相舍离的 对 那彼此不相舍离 才能够空有无爱 染近自在 相舍离的话就有爱了 就不自在了 所以有空有无爱嘛 所以染近自在 所以他讲的染近自在 就指空有的意思啊 对 有是前空而成有 空是前有而成空 那这样才能够空有自在 染近自在 对 所以你套成染近也是一样 近是前染而成近 染是前进而成染 染是前进而成染 对 所以能够染近无爱 空有自在 好 那简单的话没关系 你们就染近改成空有 可以上学谈的就是空有而已 那空不自空嘛 所以空是前有而成空嘛 对不对 空不自空啊 那有不自有嘛 有不会自己成为有嘛 所以前空而成有嘛 对 那透用 应用在染近也也是一样 染不成为 染不会自己成为染嘛 是因近而说有染嘛 对 所以叫 染是前进而成染嘛 那近也不会自己成为近嘛 对 相亦以染而有嘛 所以近是前染而成近 对 有点闹口令 但没关系我们就把它简单用空有去 去了解就好 然后 那有再把它配上染 然后空再配上去 来说明 因为彼此不相舍离嘛 对 所以 讲有的时候 不离空嘛 讲空的时候 几次有嘛 对对 所以才真正才空有自在 那要是空 亦以有的话 那是真的是空有不自在的 这边讲到空亦以有嘛 那因为你迷空怎么会自在 对对 那反过来有要亦以空的话 那么还是迷亦以有 怎么会自在 对对 一定是 能够自在就是空不亦有嘛 有不亦空嘛 所以心经讲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嘛 才能够 观自在菩萨嘛 生大菠萝菠萝密嘛 对对 你度一切苦恶啊 这才是一种 有智慧 能够解 度一切苦恶 对对 好 然后接着的话 我们再继续看 无知 无知 跟前面讲的那个 见有关系 无知 事实上这边的见 事实上就是不见了 就像火一样 因为一味嘛 所以是无所见 才是真见 那知呢 什么叫知 无知才是真知 所以 生造写的造论 波露无知 对对 我们一直很知道 以为很知 实上是 不是真知 生造 讲的就是 波露是无知 无知才是真知 那火无见嘛 才是真见 所以才见 见清见 所以这边的知跟见 是刚好可以对应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他讲到说 了知成时 成本身就是知 就刚刚我们讲到 成前是见 道理是一样的 对 了知成时 成前是知 对 中不以知 知以臣 臣本身是知 你怎么还用一个知 来去知臣呢 对对 就前面 臣即是见 怎么可以用见 见以臣呢 对对 是啊 中不以知 知以臣 对 不是还有一个知 然后让你去了解到臣 而是臣本的就是臣 好 若以知之以臣 就是有所不知了 违背了臣即是前知 对对 这个意思 同样 对 就跟我们前面的那个见 也是一样 若以见 见以臣 就是不见 对对 就是不见 对 所以若知 若知以臣 若知以臣 此无知 不亦知 对 若知 若知到 若知以臣 此无知 不亦知 不亦知也 的这种情形 那 今臣即是知 所以刚刚讲到 臣本身 全是知 今臣即是知 不复更以不知 知以无知 对对 不复更以知 知以臣 对 不复更以 不复更以不知 不复更 一个这个 中不以知 知以臣 现在的话 不复更以 还有一个不知来知以 知以无知 对 但无能 无能 无能所知之 非无知也 这边讲的无知 事实上是 强调并不是没有知 而是没有能所之见的知 落入于能所之见的知 就不是知 对对 那前面讲的那个见也是一样 是落入能所之见的见 所以你讲见还是不见 事实上都落入能所 那这边讲的知以不知的话 同样落入能所这个的话 事实上都不对当 所以说 但无能所知之 非无知也 并不是没有知 这边只是领除能所之 所以 所以是佛无见 波罗无知 所以今年讲到 显现一切法 各个不相知 对对 这边就讲到 中不以知之以臣 中不以不知之以无知 对 这个就是各个不相知的一个意思 好 那我们先谈到这里 刚刚讲到见还有知的问题 因为前面讲到见 还有讲到知 事实上简单的来讲 就是臣是空极 所以臣是前见 臣是空极 所以臣即是前知 那不如此的话 不管你见不见啊 知不知 事实上都不是真知真见 对 只要讲的是空极 对 了解到臣是因人所生 是无知性的 是空极的 到达到这个的话 就臣寒一切嘛 所以臣是前见 无所不见 所以臣是前见 对 那达到这个的话 臣是因人所生 无信空极的 所以 从知来看的话 臣无所不知 所以叫臣是前知 此此之外 所知都不是真知 大家也讲这个 那同样的道理 什么叫佛出现于世间 大家可能这个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什么叫佛出世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 可能各不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 什么叫佛出世 了臣无自信 就是佛出世 不明白这个的话 佛不在世间 所以 今如来出现 就是佛出世 对 今如来出现 是前已臣无自信 对 因臣无自信 因臣是言起无自信 所以我们说佛出于世 佛出于世 那不如此的话 就不能说佛出于世 要知道 前程是无自信的 所以佛出于世 的这个 那能够这样了解的话 那么 那么其实 法界引起 菩提内盘 即是如来生 即是如来生 对 因为臣无自信 因为臣无自信 所以是法界言起 所以是佛出于世 所以是如来生 所以如来是无生 是以法界为生 对 所以如来生 是通三世 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 明白到臣无自信 所以佛出于世 明白到臣无自信 所以 佛生是以法界为生 对 对 所以是通三世间 要这样来了解 所以这个刚刚讲的 知啊 前知前见 甚至基于臣无自信 若不是臣无自信 你的所知一定有所弊 你的所见一定有所忙 有所不见 有所弊 有所不知等等 对 真正的知是明白到 为臣是无自信的 是所有一切法 是无自信的 所以才是真知真见 此此之外 都有所蒙蔽 所以不是知不是见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而已 不明白这种 人体无自信的道理 都不能叫见 明白的话 此见即是偏于切之 所以叫成即是前见 此知即是偏于切之 所以成是前知 对 那同样的 佛出于世的话 也就是 因成无自信 所以我们说 佛出于世 对 佛出于世 对 所以 佛出于世 对 所以因为成无自信 那不如此的话 不明白成无自信的话 佛出于世 对 那是无佛法的世界 无法的世界 无佛法的世界 也就是我们在颠倒中 违背 原起无自信的话 就是等于颠倒中 那火就不见了 对 那 佛成 原起无自信的话 就是不颠倒 不颠倒就是佛出世 对 颠倒的时候 佛就不出世 对不对 不颠倒的时候 佛就出世了 佛就出现了 对不对 就是出现 佛就出现了 所以佛会不会出现 在于你 丢不颠倒 颠倒一定黑暗 佛怎么会出现 不颠倒就是佛出现 对不对 是 那不颠倒的话 不颠倒就是明白到 成本身是因缘所生 无自信 对对 那不颠倒到佛出现 那处处都是佛生 对对 所以叫法界 引起 菩提 内盘 无不是佛生 对对 就是因为法法都无自信 当然法法都是佛菩提 对不对 是啊 对 法法都是无自信 法法 无自信的话都显现 法法都是佛菩提 法法都是法界引起 法法都是内盘 对对 所以重点在于 能不能了达成 神是无自信 神是引起无自信 对 那能够明白的话 就是佛出现 那佛出现的话 一切都是法界引起 对 是啊 等等等等 所以是如来生 所以我们讲到 华言讲为什么如来生 通三世间 就是指了 气世间 众生世间 还有智政节世间 包括了所谓的正义报道 这个部分 活生就是包括了这一些 因为为什么是佛生 就是明百 法 成相是因言所生 无自信 那就是佛生 也就是佛出现 佛出现 所以佛是以法界为生 法界引起 菩提内盘 以为如来生 所以如来片于三世间 所以讲如来要回到这边 跟这个法还是有关的 就是成事引起 无自信 所以佛出现一次间 佛出现了 对 那一切都是因言所生 无自信 也就是华言讲 就是法界引起 对对 所以那既然 一切成本身 一切法都是因言所生 无自信 也就是法界引起 对对 那如来生是什么 就是以法界为生 所以如来生 骗通于三世间 等等 对 重点 能不能有佛出现 能不能有佛生 重点还是回到 能不能了达 成事因言所生 无自信 能够明白的话 就是佛出现 也就是佛法界生 骗通于一切 骗通于一切 好 所以他会讲 事故 以一切国土 以一切众生 以一切事物 以一切远起 以一切夜报 以一切尘毛 等 活生 各个显现 事故 活生 以一切 以这一切 都在显现中 有没有 刚博讲到 成是无自信 所以佛出现了 那 那一切国土 以一切众生 以一切事物 以一切远起 以一切夜报 以一切尾尘 还有毛孔 等 当然都无自信 那当然 这所有 列挤的这些 所有一切一切 是无不适活出现 对 是啊 这叫各个显现 所以要了解到 什么叫活出现 就是 你体达到 为成是无自信 还有国土 众生 事物 夜报 尘毛 等 都是因人所生 无自信 那么 这一切一切 都是活出现 对 一切一切 都是活出现 也都是活显现 好 所以这边的活 并不是一个形象的活 而是指法义上的佛 所以法眼的佛 就是比较从法义上来看 这种十身佛 就是法义上 也就是从 一切都是因人所生 无自信 那明白这个的话 当下就是活出现 所以 那国土众生 事物 夜报 尘毛 等 都是无自信 所以都是 我不是 活出现 活生显现 好 如上诸意 菩提内藩等 为 佛出事也 对 那么都不能这样 明白的话 那么就 佛不出现 那也就 成不了佛 能够如是 明白就叫佛出现 也就是成佛 所以 所以法眼的佛出现 成佛 是来自于 能不能体达 为成 本事 因人所生 无自信 当下 能够如是通达 当下就是佛出现 也自当下 就是成佛 何以故 由不了 成处 那既是不了 当然就是无隐 那既是无隐的话 怎么能够成佛 怎么会有佛出现 以此类推 那四一 四一也是大家应该也是蛮熟悉的四一 就是一字不一事 一法不一人 一意不一一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就所谓的四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一字不一事 好 了达为成是空极的 对 然后不攀岩成的名 像的 这个叫做智慧 也叫做一字不一事 攀岩于成之灵象 就是是了 了达的话 成是空极 无所有的 无自信的 那你不攀岩这些 那叫做智 攀岩这个就是一事了 就不是一字 所以叫心了成空极 就是智 对 所以叫一字不一事 然后什么叫一法不一人 事实上 我们了达成本身是 因缘所生的 引起之法 对 非在分别 不落于我们的一个分别之间上 成是引起之法 了达这个延起之法 叫做一法不一人 落于分别的话 就是叫一人了 不是一法 所以了达成是延起之法 就叫一法不一人 那什么叫一意不一意 了达成是因缘所生 无生无相的这个法义 叫做一意不一 一意不一意 而不是落入在文字的文字的一个名相追逐上 这个 所以了达成是无生无相 就刚刚讲的空极嘛 对 这个道理 自然就是一意不一意 对 那追逐于语言文字的话 就变成一意不一意了 对 所以重点在 要明白成是因缘所生 无性无生无相 就叫一意不一意 好 那什么叫了意呢 是了达为成本身 是因缘所生 无生无相 所以当下记住一切 记住一切 也就是法界 无有分现 那就是了意 不明白这个的话 就叫非了意经 对 好 这个是一成的话 记住一切见 记住一切知 等等 这些叫做记住一切 这个就是所谓的意义 那不如此的话 就叫不了意 对 就随顺众生因缘而说而已 而不是从旧法来看 旧法来看的话 成本身记住一切法 成本身无所 记住一切法 这个叫了意经 了意经 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谈到的 对 几成 设一切 对 从这个图成 即就说一切 所以叫成记住一切法 以此来了解 才叫了意 了意经 好 对 那夜报 我们来看夜报 怎么叫除夜报 对 来看一下 夜报的这种情形 什么夜报 对 我们来看 成上不了自心 当我们不明白 成是延起信控 是一切的话是自心所限的这个道理 那么就有所谓的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 所以就会生起贪爱 还有讨厌 正爱的这种情形 那有了这个正爱 事实上就会有那个报 月 果报 所以叫 成上不了自心 成是因心而限 那么这样的道理 你不明白的话就心外求法 即生正爱 有正爱就受夜报 所以叫从贪夜成报 然此夜报 夜报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个迷惑颠倒 所以由心迷沉 忘记而生的 夜报也是来自你的迷惑颠倒所产生的 所以夜报也无自信 所以但已有显现 皆无真实 也就是夜报 因为我们迷嘛 所以我们会只有心外发 产生正跟爱 所以就有报 那这个报是来自于你的忘 而产生的 所以忘也是不实 因为忘心都不实的 那因了我们的迷惑 所生的这个夜报 当然也不是真实的 也不是真实的 所以经典讲说 犹如尽名尽 随其面相现 对 念外无所有夜报亦乎来 依迷惘的心所生起的夜报 其实也不是真实的 也是不可得的 也是不可得的 要这样聊聊 所以他说迷者为丞相有所从来 那有来就有去 所以就有生有美 那就叫迷 迷的时候就有所成 有来有去 有生有美 这是属于迷 可是什么叫悟呢 要成本是 成像是因人所生 无自性无体的 就是悟 迷以相的话就叫迷 迷以相 成像就有生 来去生美 实际上成本不来也不去 不然无生也不美 所以叫成像无体 这叫悟 所以 所以 弥本无从人 悟本无所去 所以叫 以妄心为有 既是妄 当然本无体 当然就不是的 就好像我们讲的 悟看神只是蛇 实际上 神没有蛇 没有蛇 那你说 等你眼睛看清楚 你说 蛇到哪里去了 蛇怎么来的 蛇怎么去的 因为你眼睛有问题 当然有蛇来 有蛇去 实际上蛇 就是一条神 没有来也没有去 所以叫 本无从来 亦无所去 对 那我们的迷惑颠倒 也是如此 我们所说的报 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的迷惘 而生起 而这个 所以有来有去 有生有美 实际上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好 所以刚才今天我讲了 蛇是妄心 恒记为有 实际上没有 所以如果记者有去 实际上还是迷 实际上本无来亦无去 所以叫了无来去 才是悟 然迷之以悟 是相待安利 讲迷讲悟 都要自相悟一成 因为迷我们说悟 因为悟我们说悟 这个情形 然后实际上是这样 他说非是先有进先 而会有迷 实际上并不是 先有一个亲近的 然后说我们迷掉了 其实不是这样 他是 他讲非是先有进先 而会有无禀嘛 我们以为有 我们有个亲近的 然后无禀后面才生起的 其实不是 因为进心我们安置 无禀 因为无禀我们安置了进心 请问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进心是因无禀才要进心 进心怎么会是先 对不对 那你说无禀先 可是无禀是因为进心而有无禀 所以不是随先随后 是同时的 但我们理解中 常常会先以为有进 然后无禀才会不会生起的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这两者不是恶物 不可良解 大家可以这样好好了解 不是先有进心 然后获取无禀 没有无禀不叫进心 所以不能叫先有进心 而后有无禀 进心是因无禀而说的 所以不是进心先 大家要了解一下 所以但了望 望本身是无望 望不可得 就是进心的 这个不要剁开来 但了望就是无望 即是进心 望本身就是无望 因为了望本身是不可得 所以就叫进心 不是离开望 还有一个叫进心 不是离开无禀 还有一个叫进心 是要这样来看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但在我们一般的观念中 先有进心 而后有无禀 这只是方便说 实际上不是这样 是因无禀而说进心 不是先有进心 而后有无禀 所以即望即无禀 当下要通达 通达要达的话 那么无禀就是进心 对不对 无禀就是进心 而不是离开无禀而有进心 进心是因无禀而有的 大家要这样来了解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理解 是不太一样 一般是先有进心 而后有无禀 可是这边告诉我们 进心是因无禀而有 所以不是进心先无禀后 所以中无先进心而后有 我们就小结疑一样 也就是两个是相互一存的 进心是因无禀而有 所以要即无禀而了达 那么无禀就是进心 大家可以了解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好 那定全死 定全死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先了解到什么叫全 什么叫实 全指的就是 实指的就是理 也就是那个空 空即之理 也就是理 所以先掌握到 实就是空 全就是事 也就是全是指的有 成像之有 然后死是指的成像之空 这是一个有一个空 也就是全跟实的一种关系 先把这两个观念了解之后 我们再来看 然实非实 虽然这边叫实 但实际上实不为致实 实是因权而有实 这叫实不为实 实非实 实非实 没有个叫实可得 实非实 那实 空就是空非空 那空既然是非空的话 那么 那么就是空即有 所以叫理不爱死 空非空 实非实 就是实没有一个自体的实 他本身是一有而有 所以叫实非实 那等于是空非空 所以叫理不爱是 那反过来看 权也不能独立自存为权 所以权欲非权 所以权的当下 事的当下就是空 事的当下就是空 所以叫理事无爱 所以接着他讲到说 若做前解实解 其实还不是善解 要是把 因为方便上我们说 事是权 空是实 但你认为有一个权 有一个实的话 事上还不等同于善解 什么叫善解 他讲到说 更近而要了解到 权始既不可得 权始既不可得 对对 那就权 不管权还是实 都不能 都是因缘守身华 都无自信的 都不可得的 所以叫权始既不可得 只是既言以名华体 就是随顺因缘 而说权说实而已 并不是实际上 有一个权有一个实 那才是真正善解 对 所以这样我们能够 跳脱权始的一个 对立性 常常我们听到说 权是三圣 食是一圣 这样又被权始所框住的 实际上是非权非死 那收权收死只是既言以云而已 这样才是善解 或者的话 所有的失色都挺麻烦的 对不对 有了权始 有了三圣一圣 我们又形成另一种对立 所以非善解 要了解到权非权 实非实 这样才是三圣非三圣 一圣非一圣 才不会受到三跟一的束缚 的框住 这样才是真正的明白 权始的一个道理 才是真正了解到权始 就是所谓的善解 那顿跟剑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顿跟剑 也可以注意一下 跟我们一般讲的 也稍稍有点不一样 什么叫剑 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剑 他说若已成处 了换成的这个像 是不可得的 对方剑无像 这个我们一直在谈的道理 然后若已成次了达为成像 是无自性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无性嘛 所以叫无生 像不可得 所以叫无像 然后无自性 所以是无生 那成是无体 所以是空 好像都很了解 就是成是无像 无生空 对的这个道理 那他告诉我们 如此的一个推行 才去了解到成的这个 无像无生 空的这个道理 就叫剑 就叫剑 剑 相对 那什么叫顿呢 并不是这样 而是经不带推许 这边是推许 要从像 幻像不可得 所以是无像 成像无自性 所以叫无生 成无体 所以叫空 这叫做推行 那经不带推行 而只见诸法 本来就是 极美的 就是无性空 这叫做顿 当下 而不是透过推行 才知道 而是当下了达 这个就叫顿 那透过种种的推行 由幻像推到无像 由无自性推到无生 无体推到空 这个等等 这些种种的推行 就叫剑 剑刺的意思 那只见成乃至一切诸法 当下本身就是 无性空极的 就叫原顿 就叫顿 所以他批育说 如近现象 不带次第 整个同时阳线 如大海陷天空 整个阳线 这个就叫顿 顿 不带次第 所以叫顿 这个就是 剑顿是这样 那剑就是 剑刺是透过种种的推行 去了达到 那顿的话 严顿的话 它不用借由 种种的推行 当下直接明白 这就是所谓的顿 大家可以稍微这样了解 那第九个 入佛海 入佛海 整个是入佛的智慧海 应该叫做入佛智 因为佛的智慧香海 叫做入佛海 入佛智慧海 那以上所讲 这个一层处 见百亿 因为我们已经快 讲到第九十九个了 第九十九个的 叫百亿 也差不多 一层处 见如世上百亿 都是相障 九十九九十八上 都是百的意思 都是多 要能够一层处 见种种以上所说 这个道理 然后并是佛 大雁海 大智慧海 大方便海之所显现 因为我们这样的讲 前面讲到 佛出现 是因为晨无智性 佛出现 所以以上百亿 其实都是佛出现 也是佛的大雁海 佛的大智海 佛的大方便海 大方便海 算就是大 也是用大悲海的一样 三角方便 等等之所现 一层如此 然后 乃至一切尘 一切毛孔 一切国土 等等 一切佛 一切众生 一切事物 其实 莫不是如此 莫不接空 也都是 如上所说的 都是佛出现 也就是佛智 佛海 佛大 佛方便 等 是佛智慧大海 无边 无境 深广 不可测 因为明白到 尘 无自信 乃至 一切尘 一切毛孔 一切国土 一切佛 一切众生 一切事物 都是无自信 那么 这叫做 入佛海 入佛海 一尘入佛海 一毛孔入佛海 一众生本身 入佛海 等 所以他就讲说 当之写者 就我们写写 若以尘处 尽一切法界者 能够明白这个 以一切处 尘 无自信 等这些 然后尽一切法界 那么就叫 入佛法界智慧海 对 若以开合 见书 尘内 毛孔 而能 知事 一切一切 一切 一切 可说 即不可说 主办 自在 一正无碍 那么 这些都是显现 如来的 至海之 妙用 也就是所谓的 业用 妙用的 如是 若人如是通达 这个人就是 如来 也就是 以如来等 以如来等 等同是 以佛 所以很重要 很重要的 还是回到 你要 一尘处 了解到 以上百名 所讲的 就是一尘处 了解到 尘是 因人所生 无自信 那能够 如是 临摆的话 那么 一切都显现 如来的 大怨 大智 大悲 大 大方便 等等 对 就是 所谓 入佛海 入佛自的 所以他就 如来自海 一用 那这样的 能够如是通达的 我们就 知道等同于 佛 再也就是佛 好 那最后一个 就是 因为入佛海 当然就是 正佛地了 正佛地 也就是成佛的意思 正佛地 那我们看一下 正佛地 好 先明白 什么叫佛地 事实上 还是要回到 我们最根本的 那个道理 了达成是 空 空无我无相 什么是佛地 就是空无我无相 空无我无相 所以佛出现 空无我无相 就叫佛地 所以这样就是 正佛地 我们再把它看一下来 然此地体 性由未清净 为什么还未清净呢 因为来自于 我们本身 还是我相 这个问题 以从我相 长得 了心 由未灵 所以还是过 还是过 对 是 然后他讲 若坐远离 因为我们 去了解到 空无我无相 这个事实上 我们还是用 我在理解而已 所以还是一个过 然后若坐远离 空无我之恋 你说 我起 起这样的恋 知道说 空无我无相 是过 那你说 那我就离这个空无我无相 之恋好了 其实也不对的 同样还是过 对 是 起这样的空无我无恋 事实上是过 那你生起 我离空无我无相 这个恋 其实同样也是过 对 好 那就过过了 是啊 因为你有坐远离之想 其实还是在动恋 还是在乐于动恋 分别上 对 起 空无我无相 之恋 事实上是过 那 那你说 那只要过 那我就不要起 我就把它离开好了 那 生起 离开了 空无我无相 这个恋 事实上 还是未止息 所以同样 所以他说 今不坐远离之想 亦无动恋者 对 对 这个动恋就是动这个 生起这个 空无我无相这个恋 那另一个是坐远离 所以那现在是恋也不动恋 也不坐远离 对 对 所以由初得 由初得恋 尽从动恋处 咸也 那我们再先看下来 今者 无坐远离之恋 不坐远离之恋 亦无不坐远离之恋 也就是说 不坐远离之恋 也不坐 也不坐不远离之恋 对 亦无不坐远离之恋 就双重了一些 一个是不坐远离 然后亦无不坐远离之恋 那这才是真正之恋 所以此地显实 即是智慧 一个是不动恋 一个是不坐远离 但亦无不坐远离 又双重 亦无不坐远离 亦无不坐远离之恋 不得已方便全 到这个地步的话 因为你起恋也不对 起坐远离的恋也不对 等等这些 那能够这样通达 这样的话 那么这叫智慧 那到这个地步的话 不得已方便全 不得已文字说 因为华尔本如此 所有种种的话 都是假言前 所以此有假论 所以若称离而言 非智所之 直接从达到这样一个 智慧显现的这种方法 就是称离 非智所之 不是我们一般能够 能够去了解到的 那他做了一个比喻 很重要 如空中鸟飞之时 这个应该多好 没有多好 如空中鸟飞之时 鸡不可求 鸡不可求 鸟飞过去 你知道 你说 有鸡吗 没有 鸡不可求 对 鸡不可求 一指鸡处 这个大家应该了解 空中的鸟飞过去 还是空 求鸡不可得 对 可是有鸟飞过去 这很重要 然空中之鸡 虽无体相可得 但并不是没有鸡 还是有鸟飞过去 鸡是不可得 只是说明 飞过去 鸟飞过空中的话 事实上是鸡不可得 就是无体 但并不是说 没有鸟飞过去 所以说 空中之鸡 虽无体相可得 然鸡飞舞 还是有鸟飞过去 这很重要 此鸡行之易广 我们怎么知道说 鸟飞过去 鸡不可得 可是并不是没鸡 那鸡本身多广 要看鸟飞的 也不远 要依鸟飞 方论鸡之身广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坦坦听到 不可得无相的时候 以为就是停滞在空极了 忘掉了 是空极 可是有鸟飞过去 而且鸟飞的高远 事实上跟鸟力有关 对对 好 要依鸟飞马方论 机之身广 所以一切都是空的 但立到 就要看那个鸟了 虽然都是空 没有错 对对 是啊 飞过去 但这都叫空 可是实际上显现出来 其实身广度有差别 对啊 我们常讲到 身文圆绝 菩萨佛都正空 但如空中之鸟鸡 可是显出来的 那个小鸟跟大鸣 就不一样了 对对 是啊 所以他讲到说 身广是以鸟而飞 鸟飞的这个鸟的力道 象征的事实上 同样都在讲空 可是身文圆绝 跟佛菩萨 其实不一样 鸟鸡 这个鸟鸡的力道 所以当之 佛地要因心相 而得正 而得正佛地之身广 心相就是 就像鸟飞的鸡一样 对 你说佛地到底有多身多广 要因你的力道 像要看鸟的那个力道 灰的高 还是高远 还是低近 不一样 所以 佛地是什么 要是 得正就是要看我们的心 佛地 你的心广 佛地就广 你的心小 佛地就宰 所以佛地要因心相 而得正佛地之身广 若正入此地 不可一向住于极 这边讲的就是说正入空 因为我们台面一直谈到 成相无自信 成无体 对 无相 都很容易堕入这个极 但他告诉我们 若正正入此地 正入佛地 不可一向住于极 要像空中之鸟基一样 一切诸佛法不因而 一切佛法不应该住在空极 不要显现空中之鸟基的一个力道 的一个深跟光 也就是要看我们众生的一个心形心相 而不是一味地停留在空极内上 的这种情形 所以你的心相本身 像鸟基一样 又高又深又广 那么就对于所闻的 这个佛法的一个成相 无自信空极面本身 那你就能够更应用广利益 用来试教力 也就是教化众生 学佛方便 学佛智慧 如此 既如此地义 所谓第一 诸佛地 正佛地是指这个意思 就是把我们所学到了这种空极面 而不停留在空极面 而能够更加用来试教力 也就是广利于众生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正佛地 正佛地 好 大家可以这样来了解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学者成就的第十意 刚刚讲完了 然后他没有跟前面一样 有一个小节意 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 留给大家去想 因为前面都有一个小节 每一个都有 可是这边就没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到说 第十个讲完就有一个小节 对不对 然后其他门也是一样 对不对 都是结束后都会有一个小节 这个第十个就偏偏没有 也是蛮特别的 为什么 不知道 佛地不可思议 对啊 就是前面的九个门 事实上都有一个节意 可是这边的话 第十个 节者成后 就好像不需要节意 这个是留给大家想 为什么 是文字的脱落 还是说它有更深的一个意涵 更深的一个意涵 这没关系 让大家留一点空白 让大家可以去思考 那我们的意涵百门 事实上 这个十门百意 事实上就算是告一个段落 就已经算是这样 事实上本来不想讲 只是说 为什么越讲越慢 事实上本来还要上金丝纸章的 可是一直挤不进来 因为很早以前 这边就点了金丝纸章 要跟大家上的 只是说 不想怎么上越慢 然后因为 意涵百门的一个后面 其中大政仗 我们这边没有放进来 事实上是有那个 北宋的时候 禁言法师 他也是在宋朝的时候 忠心华眼 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 一位大师 但他本身 对于这个意涵百门 因为他当时有教勘过 然后这样流通 所以他有详教提词 后面等于是大政仗有 大政仗本身有放进去 然后在意涵百门的 一个大政仗结束之后 他有讲到这个部分 他就教勘完之后 他有写了一段话 这样讲 就是一海百门者 贤手就是法杖 贤手国师 忠别教 以圣所制 也就是 是秉持那个 华眼以圣别教 来写成的 整个 所以吉为尘可以入法界 吉为尘建法界 朗瓜大金 大金是指华眼金 发挥贤子 所以叫 总石门 中石门而西百亿 荣万法而归一尘 这词用得非常好 中石门而西百亿 荣万法而归一尘 讲这么多 还是不离一为尘 好 然后 再就有点小小感叹 接夫 无子之信 就是法杖 他们这个 无子之信 遗文尚在 莫有传者 在宋朝的时候 可能就很少人 去注意到这个了 那 净水就指净淫 他本身就是 法眼的一个法医 所以 他叫 自博 博藏 苦自 疑之 有连树 也就是说 苦自疑 这个 遗海百亿 已经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然后 所以 随边说古本 出几当时的一些古本 历考石门 我们讲到 华言百亿 百亿就是石门 以前之九门 记彰 续遇 然后 列译 通绝 对 就是有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所标的 总别结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 这个脉络里面标的就是 这个点开来 有点大 这个 总 总就是我们讲的续遇 别就是列几十 十个 然后一一加以结 是叫做列译 列译 然后结 对对 结 总别结 大概有这三个部分 当然这个可以剪到这边来 剪到这边 剪过来可能会剪 要是这样的话 也是可以的 把它剪过来 然后割到这里来 就是总别结 对不起 割错了 割错了 因为割了太快 要割到这里 割到这里来 就是形成 以静言的脉络来看的话 就有所谓的续遇 列译 然后结 这就三个部分 总别结 对 好 那他讲到的时候 前面九门都有这三个部分 为 或一 门 亡旗 通结 就是没有 我们刚刚讲说没有结译了 只有一门 结者 成就 这一门没有 那他讲 或诸本传写切文耶 是切吗 还是 主是 立言互列耶 对 对 还是什么什么 对 知无词 对 那这个就是 处理到 第十个 为什么没有 这个结的部分 然后另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的版本 可能有些 错 就是一些问题吧 所以他就 比如本来的 第六门 原来 有的版本是把它当成 严明解乎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差别显现 第六个是 差别显现门 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差别显现门 对 那当时有一个版本 是可能有参加 就是用严明解乎 那他就说 这个是 或人横域边检义木 加以详定 对 那从第六到第十的话 他可以贯通前面的 那个五门 何谓一见 恐来者不知 固执是 而见其意 也就是说 他用这段文来表达 他版本的教会 还有一些问题的状况 那时间的话 西陵二年 就是1069年 1069年的时候 4月19日 地点是在清敦堡阁讲院 他当时是当荒帐写的 就是他的道场 就是我们现在的杭州 惠英寺的地方 那个道场 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 你看到大增长有把他这个序文 这个教刊文词 这个有放进来 那我们这边没有刚刚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提到刚刚为什么没有通绝第十本 为什么没有 实际上他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对 是等等 这个也蛮有意思 而且还有更多的答案 空间就保留给大家一个参考 是 那我这写题就先上到这里 那我们6月3号是放假 补班补课 然后6月10号 就是街头就是我们要上华元经 那个看闲记的部分 是 那天文法是会继续帮大家带这一部分 好 那也是巧合 其实这个是 安排就是这样 因为好像要赶着想到时候 把那个金丝纸上也顺便上一上 可是还是不晓得为什么速度又变慢了 好像赶不快 是啊 就等于先这样 那我们就先上到这 那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